嗨 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之前有為各位介紹過菠蘿蜜這種水果 是很好吃 可是處理方式很困難 那今天在路邊我發現有人種菠蘿蜜很大顆 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好了 各位看就是眼前這個菠蘿蜜 大不大啊 這邊 就是在路邊而已 只是路邊喔 旁邊應該是小顆的 就是還沒有 有的是小小鋼層型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 它旁邊還有一個比較 稍微大一點點的 有沒有這邊 對 所以感覺也是蠻會長的 不僅只有這些喔 各位可以在網上看一下 是不是 哇 好巨大 而且眼前看到大顆的就有兩個巨大的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個小的 然後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小小的喔 上面還有一顆喔 對 上面還有一顆很大 對 就感覺這種東西實在是很奇怪 就在這樹幹上就長出這麼大的果實 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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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其他還有嗎 目前就看到這幾顆非常的大顆喔 那各位是不是有看過這種很漂亮的菠蘿蜜 吃起來感覺還不錯 可是處理非常非常的麻煩 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我以前有介紹的影片 好啦 那我就介紹到這邊 這個就是菠蘿蜜 希望大家會喜歡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喔 拜拜